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在长庚站这边 向等客运的通勤族宣导 欢迎多加利用到巴独火车站的接驳公车 可以很方便的到巴独火车站 转搭台铁自强号直达车 快速到达南港 7点10几分20分来等这个车 一般你可能8点钟才能上车 但是我们8点钟就可以到南港站 今天这个接驳车目前也是免费的 我们以后也争取让它 可以接到试试看 多了解一下 你是到南港站吗 我想邀请你试一下 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只是要让大家示范 谢谢 两辆接驳车7点10分到7点20分 到巴独火车站 转搭志强号109号车次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 这个站 搭车的民众 大概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 非常的便捷 我们也感谢市府 为我们争取 这项的措施 市长谢国良也跟着通勤族 一起搭事半的接驳公车 到巴独火车站等台铁直达车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有多元的选择 而且我们的优势就是离巴独火车站非常的近 这个资源应该要好好的利用 对是节省时间 这样子时间控管得很好 比较不会 因为高速公路厂常堵车 尤其下雨的时候 真的是坐在车上我就 就在心惊胆战 是不是要迟到了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您的具体上班地点是在哪 因为我是在南港 南港下车以后就用走的就对了 对对对 这班接驳公车来讲 因为他7点钟的R82 其实人有点太多了 那如果说他能够增停 比如说增停个几站 那让7点那班R82的学生 因为到基隆高中的学生 能够上这班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因为他们直接是要到巴独站 对对对 如果能够用这个接驳车 把安乐区一些的韵量 像90260的韵量 甚至本来就要搭这个车 就要靠R86来去南港 来去巴独来搭车的韵量 如果把它吸过来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基隆市 由基隆市整个通勤处会特别方便的 刚刚也提到暖暖也很多人在南方上班 那他们与其说他们只搭1088 或是只搭跳蛙相对 相对比较起来 会有一些在高速方面塞车的风险 倒不如来这边搭这个直搭车 或许会是一个方便的选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上班族 通勤族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今天因为我们这个 所以接驳车公车到巴独的 搭乘自强号的这个车子 确实可以分散些我们在安乐社区的 一些上班通勤族朋友 他们一个搭乘的总位的选择 我想假设这个班车大家能习惯性的话 我想可以疏散我们安乐社区 接同族朋友他们上车一个选择性 我想希望大家朋友们尽量来试乘 然后让我们这个车能常态性的行驶 那今天是我们试办的第一天 那也有得到了一些反馈 那我们会请我们交通处跟公车处的处长 我们再继续针对这些民众的意见 随时做调整 也有议员跟我们说不只长庚议院站 感觉迈进入沿线有几个站也需要 好那今天是我们试办那个搭乘巴独火车站 一个直达的免费接驳车 那今天的部分的确我们可能会在下午马上来调整 就是说就明天要停的站的部分 以及明天出发的时间 那民众我们搭乘的民众更容易 更接近能搭到我们台铁109车次的一个火车 直达车到南港站 那有关公车接驳的部分 我们公车是会全力配合交通处这边的规划 方便我们乘客到巴独来转车 对于市政府市办安乐区到巴独火车站的接驳公车 民众纷纷表示肯定 也有民众建议判增加接驳站点 交通处表示市办接驳公车 于平日上午7点10分 7点20分共发两个班次 停靠站点也根据民众建议 调整为乐立三街 富佑中心 长庚医院 自强桥头 附警天下到巴独车站 预计市办到3月31号 市办期间免费搭乘 欢迎通勤族多加利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前面 感谢观看